英國籍印度商人林克穎 就叫撞死孝子送爆聲 潛逃出境 回英國被逮捕 遭羈押三年多 一審判決要將他引渡來台 但二審大逆轉 改判林克穎不必來台 理由是台灣監獄不合人權標準 林克穎質疑台灣政黨歷經輪替 新舊政府承諾無法交接 並主張台英沒有外交關係 加上監獄擁擠 不合歐洲人權公約標準 甚至還引用先前 高雄大聊監獄的挟持事件 對我國監獄相當恐懼 英國監獄受刑人 每人平均享有一瓶以上空間 但台灣受刑人則只有0.6瓶 有為歐洲人權公約 改判林克穎不必引渡來台 消息一出讓家屬心灰意冷 想要放棄繼續上訴 但法務部強調 會和蘇格蘭檢方研議繼續提起上訴 林克穎在英國積壓快滿三年 超過四年刑期的三分之二 即將符合保釋資格 警官法務部研議繼續上訴 漫長司法程序 林克穎恐怕沒機會引渡來台 正義聲張眼看遙遙無期 介紹李龍勝 陳紫芳 台北報導